有关制定函数部分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 这一段我先sample 这一段 所以写完就这个 Function 你想说Function 刚不是Sub吗 为什么是Function 实际上 就是写完这一段 然后我们可以来插入函数 你刚刚有那个Function 才会出现这个东西 才会有这个手机 才可以这样做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给他 然后得到最后的结果 OK 如果你现在如果假设 你把这一段Function把它删掉的话 那你再回到这边来看 你会发现 他这边就不会有什么了 使用者定义了 也就是说那个Function 是当你在VBA的模组里面 有写一个以上的Function 它才会出现 至少一个 如果没有半个的话 那就不会有那个方 也没有那个使用的第一 这个 类别出现 这边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那要怎么写 我们刚刚的需求 我们刚刚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一个萝卜坑 给我这三个东西 然后我在那个Function里面 把它组合完之后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来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循环 那可是写的方法 一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二的话特别注意啊 Sub好像比较好拼 那个Function稍微长一点 你就打第一个Function 名称的话呢叫什么 不要叫一样名称 不要叫门号 我叫手机好了 我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你叫英文 英文的名称 Enter一下 有没有 我刚刚打的是小写 不过呢 如果你字没拼错 它手字一定会变大写 而且会自动帮你加什么 后这个小瓜糊跟Enter function 但如果你字 假设你拼错了 比如像刚刚这地方 如果我字只要有一个拼错的话 你会发现它应该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 假设 太聪明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打一个N好了 Enter会怎么样 不理你 有没有 OK 所以从这地方也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打错 打一个N 然后这样子Enter 好 第一步 Function 制定函数 第二步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Sub这个东西是 它有点像 不会跟你互动 反正你叫我怎么做 我就按照那个程式 就是从头跑到尾 有没有 它跑跑跑跑 跑完 Enter function 好了 不会跟你互动 但是Function完全不同 Function是 1 它会跟你要资料 要什么资料 你要告诉我 那个格子的三个资料 你要填资料 填完之后呢 我再把结果告诉你 所以呢 1 它必须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怎么要呢 请记得哦 这个瓜糊哦 不是装饰的 是要跟使用者要几个资料 一个资料呢 就一个 第二个按 就是中间加痘点 所以我要跟他要三个资料 这三个 所以我习惯把它复制一下 这三个呢 然后切到这边来 把它贴到这个里面就可以 但贴完它因为有换行 所以你把它换行拿掉 它的规则记得就是 第一个 中间加痘点 第二个 中间加痘点 第三个 那到时候的话呢 一个就会 那个什么呢 插入函数就会一个格子 两个就两个格子 三个格子 前面的名称呢 就会是这个名称 所以你方选里面 放的是中文 它就是显示中文 你当然你可以用英文 没关系 好 这样的话 第一个方选 然后名称 跟使用者要什么 那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哦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串接完的结果 丢到这里来 因为我游标 应该会先停在这里 所以记得哦 你要把它丢回去的话 一 请你把这个方选的名称 放在前面 二的话等于什么 把那个你串完的结果 丢给这个方选名称 那因为你将来游标 一定是放在这里 所以他会把最后的结果 Return到自己 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名称一定是一样的 然后再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一个循环 所以有点像什么 这边先抓资料 抓过来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中间处理完之后 再把它丢到这边来 大概循环这样 可是后面怎么写呢 特别主要跟刚刚这个门号有点像 第一个的话 就是一定是串接09 end什么呢 刚刚是从储存格抓 这边是什么呢 因为使用者会把11放在哪里 电信业者里面 所以你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个电信业者这几个字 复制贴到这里 手机就是0911电信业者 然后end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来end什么呢 end format 再怎么样呢 门号区码 不过我习惯是用复制的 逗点 然后000 前后要双引号 然后再把什么呢 这一段复制到后面来 那门号区码就变门号末码 所以这边改个字末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方权就大功告成了 你看得懂意思吧 只是说这个有些规则可能还是要稍微记啊 第一个名称要叫方权 然后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 要过来的资料 然后串接完资料 再丢回给谁呢 就是这个方权本身 那方权本身因为游标会放在某个储存格 所以他会把结果吐到这边来 大概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一个 那像一个cycle 这个资料过来 这个资料过来 过来到这边 然后他里面处理完 丢到他再放进来 完成了 OK 反正尽量理解了 如果刚开始拍手没关系 是知道 那回去再把它打手 大概就这样 你这个就OK了 以后的话 尽量看看工作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那你把它实做 反正多做几遍之后的话 我想应该也就没有很复杂 这应该只是规则大家要记手 不要打错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完成了 再来的话再run一下 有没有成功 插入函数 看一下有没有 有了 第一步OK了 第二步 也OK了 刮户后面这三个 然后把它给他资料 给他资料 给他资料 他会先放在手机的那个Function Function本身也可以存资料 那存到的资料就放在这个储存格 所以按确定 丢过来 只是说底下不会自己跑 怎么办 自己点两下 OK这比较麻烦 也就是说在VBA里面 最常被使用到的就是Sub跟Function 所以如果你把Sub跟Function学熟 大概VBA你就掌握了九成了 OK 其实差不多 你说说老师不是要有别的东西 我跟你讲 你现在暂时用不到 而且有些东西你这辈子也用不到 那如果你这辈子用不到 我干嘛跟你讲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是VBA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暂时没有那么重要 我跟各位讲我自己都用不到的东西 我教你干嘛 对不对 也就是那个东西不是不重要 是你可能暂时不会用到 你就先暂时不要知道 学程式真的不在于多了 在于你要够精 而且不要错误 要够熟练 所以你把这边练熟 我觉得暂时你应该就足够了 OK好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如果你怕说你会打不出来 会因为这个可能要记很多 背很多 如果你怕记不得的话 你其实可以找到云端白板的第15页 也会有这个方选 一模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我后来发现 像这种东西一定要记忆力好像要好一点 那为什么记忆力会好 我发现从那个小朋友的身上 我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那个小朋友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他听不到外面的世界的声音 所以他也没有干扰 没有干扰的话 别人你记忆就很好 OK 所以是不是说一个人记忆力要好的话 是不是说先可以不要理外面的世界 说的话 所以我常跟我老婆说 我老婆说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理我 一直都不理我 我跟他讲说 不是我不理你 因为我在专注focus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 听见你讲什么 但他跟他讲很多遍 他就是不太能够理解 除非可能我要教他写程式之后 他就能理解了 像这种东西 没有人说可以一边写程式 还可以一边聊天的 对吧 还可以 所以一边写程式 还可以一边上课的 而且还不要打错诚的时候 他真的要归一点功力 OK 请各位试一下